Permission 这个Permission就是取得什么 取得一个什么呢 取得GPS的坐标 那这个特别注意 取得GPS坐标有两个方式 两个方式 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叫Access Find Location 这个Find Location 特别注意 这个指的是什么 Find指的就是比较好的 那比较好的实际上就是 透过GPS取得我现在的经纬度 的一个Location 另外呢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上面有一个什么 这个叫Course的Location 那CourseLocation呢 实际上是比较粗糙的 比较不明确的一个Location 那不明确实际上也还是知道说 你大概的位置在哪里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透过比如说 3G或3.5G的基地台 基地台三点也可以做一个定位 可是基地台的三点定位呢 通常它的距离其实会蛮远的 所以定位出来的位置 当然没有GPS来的精确 那GPS当然目前明用的那个GPS 虽然它不是非常的精确 可是至少它的误差值 可以到5公尺 5公尺 就是说至少堪用 那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要取得GPS的相关的那个讯息 就是我GPS的这个Location的话 我还要增加一个Permission 叫做Access Find Location 那并且要把它Add进来 把它这个地方点一下 Use Permission 那至少一般我会建议就是这两个 那Close的另外的那一个Permission 你可以试情况 看要不要增加进来 至少要有一个Find Location OK之后的话呢 把这地方做一个Save Save之后呢 最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把它Run起来之后 那在我们的模拟器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地图 至少它可以移动 然后呢 可以放大缩小 放大缩小 OK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上礼拜好像讲到说 底下可以按一下Menu键之后的话 那我给它几个景点 当我点了其中一个这个点之后呢 它可以帮我跳到某一个点 那但是呢 我必须要给它一个Location 那这个Location呢 当然查询出来的结果 它一定是到小数点的第六位嘛 可是呢 这个Google Map呢 你不能够给它这个Location 而必须要给它那个Geo Point Geo Point的话呢 一定是要整处 一定要是整处 OK 我想各位 先把这地方先实做出来 看看好了 简单稍微做一个复习 因为你如果这个部分呢 你做不出来的话 后面呢 应该你也没办法做出来 把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就让我给我看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